邦女郎队一号房源位于卫央区 卫央区处于西安市北部 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和卫央宫遗址均处于该区 邦女郎队一号房源 距离交委夫妇工作的医院 5.4公里 车程20分钟 距离最近的幼儿园300米 步行5分钟 这小区不错 环境 你看儿图乐园他们家两娃多适合 还有地方晒被子 你看 太阳好 咱们是哪栋楼 咱们是十楼 您今天去看一下 中式风格 很西安 很贵一套 这都是风格的东西 这家具感觉挺贵的吧 对 家具都是红木家具 红木家具 邦女郎队一号房源 位于西安卫央区太原路 是150匹的四室两厅 十楼 有电梯和市政供暖 房龄八年 传说真的红木家具 这个好像真是红木家具 很沉 谁判断是不是红木家具 就是沉不沉是吧 对 首先得沉 但是我觉得有孩子的家庭 真的不适合红木家具 太硬了 我有我们家那个桌子 我女儿这个脚上面 真的是全都是磕得很重很重 那磕一下可不是一般的桌子磕 对 那个木头太硬了 对 你看这都是红木家具 这房东就是做红木家具 对 黄木工就是专门做红木生物 这个特别像我们拍那个古装戏的 茶台嘛 对 我看看房间呗 这主要是房子 你看这装修 你看都是种中式风格的 对 我先看这个 哇 彩方很好 我的妈 这房子太大了 你看这种设计还蛮特别的 在卧室能看到这种风格的地台 这种一般都站在客厅里 他摆了这么多红木家具 我觉得他现在放什么都很好 主卧有阳台的 两间主卧都是朝栏的 我也是 一会儿您看一下 这坐在墙上的 对 坐在墙上的 这是个壁画还是墙纸 是个画 哦 画 对 这是一个画 这种贴法不常见 阳台怎么有两间是什么意思 总共有三个阳台 出卧一会儿还有阳台 这是一个空调阳台 对 这是放洗衣机的 放洗衣机的 对 你看那个地露 对 这边是储藏室 这不是卫生间 对 这本来是一个卫生间 因为房东住的人 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 他把这个改成储藏室 这房东真是不差地方 以后装修特别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要把卫生间 变成储藏室的时候 你那个排污馆等等 对 一定要就是留一个活口 对 因为将来万一你要恢复 对 很多工人在施工的时候 水泥就倒下去了 对 一些废泻垃圾 水泥倒下去之后 那将来你的下一家 或是你自己想要 增加一个卫生间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这边这个卧室 还带一个小阳台 这床我喜欢 你看摆饰如意是吧 摆饰如意 这床好看 你也流口水了 这床我有点喜欢 这是干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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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 看看 厨房也是红木打造的 全红木 快看看 全红木吗 这一个红木没有 而且还挺干净 我刚知道一个小八卦 这房子整个家具加起来的 多少钱 多少钱 健身房 对不对 你频频点头 忽然间有种老者的感觉 坐在这个椅子上 没没我在感受 这红木的这个扶手 还在感受 而且房间够用 而且我尤其是喜欢 这个送我的这个扶手 什么时候送你了 真的特别喜欢 就哪怕把这些家具 全部搬空 这都是一个好房 对啊 是 那就把这套 就买下来吧 哎呦 就买下来吧 轻点 这房怎么样 这什么房 这什么房 比我们刚才看的那 那就他吧 定了 这房不行太小了 他们怎么又来了呢 这两个人怎么好像 你们怎么又来了呢 刚刚说的是唯一房源 你怎么是把他们 他们怎么来了 我们不是来看房的 我是来看你的 来看我弟 你不在啊 走吧咱俩 多留60万吗 咱俩还有一户呢 帮女郎队一号房源 是中式顶配红木房 房东自主装修 成色新维护好 有四间卧室 空间充裕 小区配套设施齐全 美中不足的是 价格超出预算10% 但是房子呢 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玄关入口 玄关入口 其实很多套 都是这个问题 我一直想讲就是 其实不管你是军人 或者是医生啊 它有共同的特质 常常会有很多紧急任务 所以你在入口玄关地方 不能太小 你那个地方 会有衣柜或是储藏室 可以放一些随身的 一拿就走的东西 随身的 不是衣服而已喔 鞋子而已 还有随身的行李 随时要准备拿了就走 所以你在玄关 一定会要有一个 储物的空间 对 一定要有 这个是很重要 不管你是军人或是医生 你心好细啊 我们之前都没有想到 他医生需要有 这么一个门口的空间 好厉害喔 那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房子 先看一下吧先 好